在这场台铁隔音墙噪音改善工程开工祈福典礼上 包括交通部长王国才、立委省发会、赖平渝及新北市议员张景豪都出席参加 主要是因为细致铁路高加化之后火车通过频繁 沿线的社区居民一直反映有噪音影响生活安宁 所以地方民意代表也一直在积极争取沿线增设隔音墙 而这一阶段的隔音墙改善工程9月开工 所以我们今天就启动从细科到无睹的隔音墙的一个工程 那这次是用一个L型的 也就是能够多来阻隔一些噪音 让沿线的居民还有包括我们细子国中、秀红高中 他们就学的品质可以提高 当任新北市议员的时候 大概四年前107年那时候就有学校家长会 还有社区的管委会都一再跟我澄清 那时候我们开始透过段一康委员来争取这个 希望说能够改善这个噪音加设隔音墙 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所一直争取的这个隔音墙 在今天能够正式的动工 在我们细子这一段总共新设置大概650公尺 铁路变成我们非常重要的交通运输 可是因为人口变多 噪音也变成了一个新的问题 那终于在发会委员、景豪议员跟我一起努力争取之下 那现在确定是要动空 那目前预计是这个沿线、秀红高中、秀纸国中 那包含战前的社区 还有到后面这个出运社区那边四个路段 我们都会加强这个隔音墙的设施 秀纸的铁路三轨通车之后 一直以来火车噪音让沿线的社区住户好困扰 之前在锡客站沿线的隔音墙完成 不过在往北也就是细纸火车站沿线却没有 尤其沿线有秀红高中及细纸国中 经常因为火车经过的噪音分贝过大 老师的声音被盖住被迫中短上课 而现在隔音墙就要失作 也让学校终于能够好好上课 那这个噪音过程当中 我们感谢委员们还有我们的议员的协助 当然也感谢交通部以及铁路这边的一个协助 我相信我们所有的秀丰的师生都感名在心 希望未来整个改善完之后 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学习环境 之前来到我们秀丰高中还有细子国中 就是来跟同学们互动的时候 都有听到火车路过 然后让学生的受教权受到影响 因为老师上课上到一半就会要停止 让那种快速的像泰鲁格号之类的火车呼啸而过 那终于我们努力了大概三年的左右 那终于今天部长来这里宣誓 明年12月会把它完工 系科站往北再加上靠近建成路 这次将失作四处的隔音墙 经费是7000万 预计明年底完工 还给沿线社区住户及学校安宁的生活学习环境 加上慧玲 细子采访报道